如果你想要杀人的话,请问我 hello,大家好,我是Jesse 最近我搞到了一款非常炫酷的早上自拍无人机 伊兰Selfie 这款无人机是一个长帮型的造型 自由楼员桨都在机身内部 整个重量只有78克 材质是由航空铝合金做成的 那么这款无人机 它是通过手机VP遥控控制飞行 前面有一个摄像头 是八转像素 通过VP遥控是720P的图传 可以给大家在运行上显示 那么这款无人机 它定位为掌上自拍无人机 给我最深刻的 两个感想 第一个就是它的起飞和降落 它的起飞和降落 是通过掌上抛飞 和降落的时候 是自动掌上降落在手上 这第一个 就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 比较有意思 第二个就是 它的操控飞行的时候有两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是单手模式 单手模式就是 在APP上有一个点 按着这个控制点之后 手机向前倾后倾左倾右倾 根据手机的重力感应 这个飞机会向相应的方向飞行 所以说一个手就能控制飞机的这个巨型动作 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双手操作 双手操作 它可以有两个虚拟摇杆 在手机上面去控制飞机的飞行动作 还可以左手是虚拟键盘 右手是提感控制 就是重力感应去控制飞机 所以说它的这个飞行的操作体验 还是非常好的 还比较好玩 然后在照样机方面 因为这是一款工程样机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能够把我拍摄 照片和视频给copy下来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这个 camera这块质量到底怎么样 但是我通过图传看的时候 我感觉视频毕竟它是没有三重平台的 可能会有点抖动 然后扒完像头的照片 然后在出展上看 就是说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我现在copy了照片 可能后期我在有完全版本之后 就把它的这个画质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么总的来说 这款相机它有着优质的做工 还有炫刻造型 还有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操作体验 但是它的这个自拍的这个需求 是不是那么强烈 这个是让我有点疑惑的 因为厂家把这款Elan Selfie 自定为在室内的自拍 赏上自拍无人机 但是有多少人会用这款自拍无人机 重力感应 我为什么觉得这款飞机很好玩 因为现在说实话 没有几个飞机在室内飞行 然后比较安全 然后又可以 呃比较比较精准的 在那个 在在在在床间里飞行 然后装逼啊等等的 比如说过年回去了 你就可以好好用这个飞机 在你同学机会上秀一把 也不会伤到人 别人都觉得比较屌 如果用spark的话就比较困难 这就是双手模式很简单 双手模式 好 它在电量如果达到呃 百分四十左右 或者自己设定 它就会自动提醒报警 然后低电量报警 这个都比较常规 OK OK 降落